秦始皇死后秦二世在位三年零两个月 紫英在位一个月 二者统治时间相加也就三年出头而已 都说后来的王莽隋帝是滥用名利爱瞎折腾的皇帝 可这两个人如此作死也是折腾了十几年才把王朝给作没了 短短三年就把诺大的帝国弄垮 他们也做不到 所以秦朝的灭亡秦二世的责任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 早在秦始皇活着时秦朝就已经是各种问题层出不穷了 首先是秦始皇在位期间 整个帝国超负荷运行远远超出当时社会的承受能力 百姓苦不堪言 对以王的山东六国更加怀念 其一火苗慢慢种下 纵然万里长城不是之工业 可当时的百姓最关心的还是吃饭这个问题 整个秦王朝就差一把枯草点燃 值得注意的是 总有人拿出土勤俭方案 说当时不是那样的勤力并不残酷 这里老驴只能说 大哥们你们能不能有点常识 后人对秦朝抨击最多的是勤政不是勤法 这两者怎么能混为一谈呢 其次秦朝灭六国的速度太快 而王朝的官僚队伍不够庞大 无法应对领土成倍增长的行政压力 这导致秦始皇不得不吸纳大批关东六国的豪杰大姓 进入王朝的官吏队伍 这些关东秦力对秦王朝忠书的忠诚度极低 举个例子来看 秦国攻占江西婆阳后派不出人来管理 就启用当地乡亲举荐的吴蕊为宪令 吴蕊是吴王夫差的后裔 他对秦国文化法治不感兴趣 所以他治理颇阳期间一切造就 秦国法治和文化在当地根本没有实质推广开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一切造就导致的结果会是什么 最直观的结果就是当地人并不认同自己的秦人身份 也不认为远在咸阳的皇帝是自己的主君 如果一定要在秦始皇和吴蕊之间做选择题 他们可能更信任吴蕊 吴蕊的话何必秦始皇的圣旨管用 像颇阳这种情况在当时绝非个例 刘邦起义后配宪宪令按秦律 把他老婆吕智抓了起来 结果实秦路的萧和曹三 先是把吕智救出 然后用联络樊快夏侯英周伯等人 仇准机会勾结刘邦 把宪令干掉了 还有项梁张尔陈瑜起兵前 那都是秦始皇下旨要求逮捕的一级通缉犯 可秦朝各级官吏抓了十几年 愣是逮不着他们 难道他们飞天遁地了吗 其实不然 以项梁为例 他带着项羽在江东流亡期间是郡守的座上客 是全郡的知名人物 要说没人认出他来 反正我是不行 所以唯一的解释只有一个 那就是当时关东的很多基层官吏都在故意违抗命令 有的人甚至是公开抗命 总而言之 秦朝在实现统一后 实际上在关东六国并没有建立起严密的统治架构 大多数人都只是涉于秦始皇的威严才不敢作乱 而一旦秦始皇病故 新军威严不足 必然会动乱四起 便不在关东的秦力要么成为起义军屠杀的对象 要么为了保命干脆加入反秦大军 秦末成县成郡的人起义倒戈一击 背叛朝廷中枢 秦王朝瞬间土崩瓦解 这绝非是偶然现象 这只能说明秦朝对关东六国的统治相当之脆弱 而秦始皇统一全国前后 中国已经进入封建社会 地主阶层产生 与后世王朝依靠地主士绅治理地方不同 当时这个新兴阶层和世人 是秦朝维持统治的巨大隐患 这一点其实很好理解 战国七雄的争霸战争本质上还是一场贵族战争 无论是秦始皇还是六国主军 他们眼中的地主和世都是贵族体制的附庸 哪怕地主再有钱也很难居身于庙堂之上 他们只是贵族的提款机而已 当时的秦朝还有军功绝制 普通老百姓仍然可以依靠军功晋升爵位 但是大贵族可以出生就继承左树长的高绝 而普通老百姓无论立功多少次也不可能升到左树长 基本上升到功成一级也就到顶了 如此不公平老百姓可能还能忍 可拥有一定实力的地主怎么能忍 相比于秦国的地主最后被秦朝征服的六国地主阶层更惨 他们完全没有晋升渠道 不满情绪更加严重 六国未被灭食各国的贵族还能把他们压制住 可齐灭六国后秦始皇把六国贵族迁徙到了关中 如此一来在六国固定谁还能压制住这些势力 靠秦力 前面说了 复朝之下秦力自己都自身难保 要么为王朝殉葬 要么跟着异军一起造反 弹劾制约地主 而世人的情况也是如此 他们只能依附于贵族 几乎不能以独立人身份挤身庙堂 六国未被灭之前 他们还可以靠给贵族当门客晋升 可六国被灭后 秦朝广泛推行郡县制 他们的晋升渠道也被毒死 前途渺茫 很自然的 他们也就无所顾忌的起了造反的念头 反正也是前途渺茫 不如搏一把 说不定单车变摩托呢 综上秦始皇同意后的秦王朝 表面上一副强盛模样 但其实内部极其空虚 动乱的种子早已种下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秦始皇才会在驾崩前夕 带着军队 相当频繁地在关东巡视 以至于最后他还死在了巡视的路上 老吕觉得这表明秦始皇当时应该意识到了 秦之颠覆是有可能发生的事 未雨绸缪他只能拖着一副老迈的身躯 亲自震慑反抗势力 当然实事求是的说 秦王朝内部存在巨大隐患 并不等于秦国的灭亡是必然的 导致秦朝短命的因素 秦二世和赵高的作死也是不能忽略的 比如陈胜吴光起义后 赵高故意隐瞒 秦二世知道后也是不理会 未能及时派兵扑灭起义军 导致义军作大 直接冲入了关中平原 逼得张寒不得不帅立山囚徒前去应战 好在是张寒打赢了 如果他没打赢 秦二世的统治怕是一年就结束了 如果当时是秦始皇在位 像这种情况是绝不可能发生的 秦义军根本等不到作大称王 很快就会被秦军剿灭 推一万步讲就算义军扑不灭 如果秦始皇还活着 六国复仇军大概率也打不进关中 只要关中不丢 根本还在一切都好说 大不了从头再来 再打一次统一六国的战争 然而历史终究是不能如果的 秦二世和赵高终究也是一对坑货 王黎军团在巨鹿之战中全军覆没后 他们像发了神经一样的搞死李斯 要知道李斯可是张寒的直接上级 他们的关系并不一般 李斯死后秦二世派人问责张寒 张寒怕自己也死得不明不白 只能派人回去解释 被派回去的司马兴到了咸阳后 结果赵高不见他 不想见也就算了 赵高还要杀他 这一下算是痛了骂风窝 张寒为秦王朝尽忠效命的想法 因为害怕被当作李斯余党而诛杀 彻底打消 然后他带着20万大军直接投降了 20万大军这么多人 即便打不过关东起义军 守住关中还是没有问题的 然而秦朝最后一支胜利军 终究还是没了 后来无论是赵高秦二世 还是后来的秦子英 手上都无兵可用 最终刘邦仅仅率领几万人打南洋 并经五官到杀入关中 立国近六百年的秦国就此灭亡 一个十年前还是无力昌盛的王朝 仅仅过了十年 朝廷就无兵可用 着实令人唏嘘 总的来说秦始皇死后秦朝三年而崩 主要责任不能赖在秦二世身上 这就好比清朝的灭亡 主要责任不能赖在溥仪身上一样 但是秦二世也是有责任的 他最大的责任不在于为能扑灭六国叛乱 而是为能保住秦国 到了最后的时刻 估计秦始皇多活十几年 他把事也很难维持对六国故地的统治 但他守住老家的本事应该还是有的 当然以上结论都是在秦始皇 未做出改革基础上得出的 如果他能改革 就像后来刘邦屡后汉文帝一样 对人民青瑶伯父修养生息 对地主阶层以封爵封官拉拢 定期派酷吏清理等手段分化瓦解 那么秦朝的享年也必然不会如历史上那么短 导致一个建立千古工业的伟大王朝 留下二世而亡的饭后茶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